节目的焦底还是要先带您来关心 到底这个美中贸易大战 还会持续冲击台股多久 因为这个你来我往 这个川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疯狂 华尔街日报就说了 川普将要针对中国制造 2025年的这个目标 祭出两招来限制中国投资 所以我们看到了不仅是台股 昨天先反应 亚洲股市先反应 昨天晚上美股股市 马上就出现了重挫 看到了豆丛工业指数跌1.3% 还不夸张 夸张的是科技股 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 一口气中错了3% 明明亚股昨天已经先反应咯 但是今天亚洲股市 又因为美股昨天的全面倒地 而今天是脸绿成一片 川普出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就在说 到底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会不会是过度反应呢 昨天我们就特别在专题当中提醒您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华尔街日报就已经说了 现在川普要祭出这两招来限制中国投资 拿两招再带您来回顾一下 昨天我们就已经特别针对了这个资卡来进行说明 第一招就是他禁止中资股权超过25%的企业来收购美国企业 再者如果有一些重要的技术的话 他现在也要限制输出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 而这个措施呢 要在6月30号 也就是在这个礼拜之前会正式公布 而预计在7月6号要正式生效 不过川普如果祭出这两项措施的话 那内部的这个官员像是白宫的部分 似乎现在有不同 中国制造二目标 祭出2025年的这个两招来限制中国投资 所以我们看到了不仅是台股昨天先反应 亚洲股市先反应 昨天晚上美股股市马上就出现了 从工业指数跌1.3% 还不夸张 纳斯达克指数跌的是科技股 尤其是费成半导体指数的2% 明明亚股昨天 但是今天亚洲股市 又因为美股昨天的全面的脸绿成一片 川普出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在说到底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就在度反应呢 会不会是故 昨天我们就提醒您这件事情 非特别在专题当中提 对就是这样 那就是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 他说这份报告就是针对中国而来 直指又打脸了财长的说法 那到底是如何呢 现在又传出来说中国大陆也有招 因为中国大陆是要做美国的生意 它比较依赖美国 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 占上风的时候呢 他就要私底下鸭子划水 所以很多事情 譬如他们要达到中国制造 2025年强国的这个目标呢 现在已经变成大陆的一个境遇 意思就是说 他们只能私底下做 但是不能拿出来公开讲 因为公开讲就会面对川普 在这里的炮轰 在这里的回击 所以很多事情他们就在台面下 自己慢慢做就好了 而美国如果真的限制科技业的投资 投资人都担心了 那会不会对于全球的电子业 全球的半导体 真的造成非常大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看到了现在 如果真的造成冲击的话 很有可能是全面性 而且亚洲当中 因为大多数的电子供应链 在台湾 在韩国来生产 所以台湾 韩国很有可能是最直接受害的 那当然也有人问了 明明美国的动作是针对中国而来 但是为什么 美国的科技股像昨天 也跌了2% 跌了3%呢 因为中国很多企业的产品 都是跟美国来采买原件的 所以就算它的规定 是锁定了中国 但是如果中国真的被限制 他们没有办法跟美国来买零件的话 美国的科技股 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冲击 那另外还看到了像是这一次 如果在这些所谓的设备制造商 受到这样冲击的影响 会是如何 如果说中国制造 要达到2025年成为全球的强国 那中国当然会成为大买家 他们本来都是制造东西 卖给别人 但是如果他要达到 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 他势必要跟其他全球各地的消费者 来买东西 那成为大买家的同时 那这个设备制造商 很有可能就会因为贸易战因此锻炼 所以为什么昨天费神半导地指数 大跌了3% 为什么今天台湾 还有韩国亚洲股市的科技股 还会倒成一片 那也就因为美股大跌 然后再加上台北股市初宣席的行情 又不理想 所以看到了台积电连续两天的贴席 所以尽管今天金控双雄国泰金富邦金 除席有缓步填席 但是指数还是开低走低 今天台股盘中一度下挫了135点 跌点还是超过了白铁 而且直接灌破了年限 10711点 不过还好在中场过后 跌幅收敛最主要是来自于中小型的 各股强势族群开始反攻 像是股后国距 国距快闪攻上了涨停板 那其他像是被动元件啦 像是矽晶元啦 还有一些挖矿的概念股 都出现了买盘的拉伸 所以才会带动指数 从大跌百点收敛跌幅 台股中场跌44点 收在10742点 证件量1407亿 美中贸易战对质紧张情势 越演越烈 冲击金融市场表现 让台股除息行情失灵 大盘呈现绿油又一片 尤其龙头指标股台积电 除息表现不如市场预期 加上外资股率税率调高 美国加速升息与贸易战纷扰 让电子族群 狭带的高值利率优势失灵 也成为外资卖超的重点族群 光是第二季 外资卖超台积电鸿海国聚等 前十大电子股 合计金额就高达1719亿元 以台积电的状况来看 魏执行长在上次他们论坛的时候 讲的一些数字来推估 其实他们今年的成长率 大概就是在 可能落在5到4%左右 那上一次他们的发说 还是在讲在大概差不多10%以上 所以看起来成长率 似乎有一些不如预期 一下子就宣布要喝管水 一下子户外之间又和解了 那现在看起来大家的关注点 就变成在7月6号 因为是正式双方开始互相喝管水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其实总金的变数 当然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 前外资半导体分析师程正化点出 产业面与总金面两大低空夹击 成为影响电子股除息行情的重要关键 尤其贸易战不确定性 电子股首当其冲 让外资筹码面转向保守 不过金融股却是狭带美国升息优势 让富邦金国泰金两大龙头股除息首日 股价表现相对抗跌 而加权指数在电子族群拖累下 一度重挫超过百点 失守10700点以年限大关 金融股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是因为美国已经启动升息巡软 所以大家对金融股会比较有一点期待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资本市场的基本面 看起来还是相当良好 群义证券董事长王俊志 看好台股基本面优势有支撑 而盘中所幸在股后国具 与金融传产权支股表态下 指数跌幅跟着收敛 就看后续贸易战能否看见转环曙光 让基本面力多引领金融市场持续走扬 记者另外盛西容正 台北从不倒